我们上一次介绍Obsidian的新功能是介绍到V0.8.1这一个版本 目前Obsidian的最新公开版是到0.8.9 内测版本是到0.8.11 虽然这个版号增加没有多少 但是事实上Obsidian是从0.8.1以后已经又增加了不少新的功能 那在这一支影片里面我们就简单的来介绍一下 0.8.4一直到0.8.9 到底Obsidian又增加了哪一些方便的功能 能够比较更方便的来提升我们整个制作笔记的一个效率 那以下就是这一些新增功能的汇总 最容易被注意到的新功能 当然就是从0.8.4以后 已经有了中文这个语言的操作界面了 那我们要启用这个中文的操作界面的话 要从设定 然后关于 在这个关于里面就会有一个语言 从这个语言的下拉选单里面 我们就可以去选择我们要使用的显示的这个语言 那当然我们目前就是选择了繁体中文 那选择了繁体中文以后再重新启动一次 在进来的时候就所有的界面就已经会是中文的文字了 在0.8.1的时候 我们的每日笔记已经有了样板的功能 那在更新的这个版本里面 又多了其他两个新的样板的功能 我们从设定里面来看一下 我们在设定这个里面 首先我们先把这个样板功能给启用起来 所以我们要到这个外挂里面去找到样板这个设定 这个样板功能我们要把它给启动起来 然后同时它除了这个一般的文字的样板以外 它又多了ZK卡片的样板 那如果说你有使用这个ZK卡片的话 你把它启动起来 然后到时候在这个外挂里面 就会有一个ZK卡片 你在这边就可以指定你这个ZK卡片 它的样板的档名是什么 然后ZK档案 ZK的这个档案要存在哪一个资料档 现在就都可以设定了 那这个也是新版增加的功能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先前日记 当然就是要指定 这个是档案产生出来的.md的档名 然后笔记要放在哪个资料档 然后我们的笔记 我们的日记要放在哪一个 要使用哪一个样板的档名 这边是指定样板的档名的 那这个另外这个样板 是新的这个产生成文字的样板 它可以在我们任何一个开启中的笔记 我们可以使用插入样板 它就会弹出一个视窗 让我们去选择 我们存放在这个样板资料夹里面的 所有的.md的档案都会列出来 然后我们选择了其中一个档案以后 它会把那个档案的内容 插入到我们目前的这个笔记里面来 所以它是类似AutoHartKey 或是Esponsor的Hastream 热字串的插入功能 那我们在这个样板里面 一样我们要先指定我们样板的资料夹 那请注意这边是指定资料夹 然后呢 因为这个资料夹到时候我们可以产生 样板档在里面 那样板档呢 可以使用动态的栏位 有日期跟时间这两个栏位 还有Title就是档名 然后我们实际 这个我们先不要去动它 就是用它这边的日期跟时间的格式 让它用预设的这个格式就可以 好那我们现在就是 注意就我们的样板的档名是放在这个 样板的资料夹是放在010-templates 这个这个目录里面 那我们就可以来看一下 我们这个010-templates 这个目录里面呢 我已经放了几个样板的档名档案进来了 那这个其中这个daily-templates 是给我们的每日笔记 现在是翻译成日记 是用我们的日记使用的样板的档名 所以这一个我们可以不要去使用它 那其他这个样板就是 其实它就是一个一般的markdown的档案 就是我们的笔记 比如说我们的YAMO 那这个就是产生在我们的表头的 我们的档案的开头的设定 然后我要插入一个iframe 里面要像YouTube的影片 那我也可以把它做成是一个样板 那只要我们放在这一个 我们刚刚指定好这个资料夹里面的 说这些档案呢 我们在操作的时候 就可以把它变成是一个样板 然后插入到我们的笔记里面 那我们现在开一个测试的笔记出来 那这是一个我们测试的笔记 比如说我在这边 然后你就可以 在第一步你可以按Ctrl-P 然后去找到插入样板 它目前这个命令 输入英文的这个功能 它还没有修改 那变成要搜寻都要打中文很麻烦 所以在这边 那其实最简单操作的方法 是应该到快捷键这边去设一个hack key 给它 就是我们的插入样板 我就可以设一个hack key 那这样子我就不用开启这个 mini面板 来这样子执行 这样速度就慢很多 那你可以看到 它已经就都显示出来了 然后我们就可以 比如说我要插入这个YouTube的这个Videos的内容 然后我选到它以后就click它 它就会帮我们把我们刚刚的这个MD档的这个内容 就帮我们插入到我目前的这个笔记里面来 所以这个插入样板就是这样子使用就可以了 好那我们再来介绍就是 所谓的动态样板 动态的变数是什么意思 就是比如说我们这个日期的样板 每日笔记日记的样板 我们可以在我们的标题行使用这个Date帽号 然后后面是一个格式 然后用这样的方法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内容的动态 它会自动取今天的系统日期 那下面这个就会取系统的时间 那它要在这个标题行才会生效 因为像我们这个在这个变数 它没有用冒号format 也没有用标题 结果它事实上是没有成功的 好那这个是我们每日笔记的样板 我们可以用这个每日笔记这个来试一下 我们就点击一下 我每日笔记会产生在这个020-daily这个资料夹里面 那目前是空的 我们点击一下 好它已经产生出来了 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个可能是bug 有时候它不会成功 我再点一次 好这次就成功了 它就会把我们刚刚这个系统日期就直接都带进来 然后呢还有我们系统时间 可是这个呢是反而是没有成功的 好那这个就是样板的功能 接着就是目前Obsidia也可以很正常的来显示 YAMO了 就是原来我们一般我们的Markdown里面有一个扩充的一个用法 就是在笔记的最开头 我们可以用三个简号 把一段的设定 来设定在我们的这个档案的开头 然后它一般就会是显示我们的标题 然后呢还有可能就是其他的一些系统 它会辨识的一些标签 那以前呢这样子的方法 它是没有办法正常呈现的 那目前呢我们只要在设定里面 在这个编辑器里面 我们要去找到显示正文前页 这个功能把它启动起来的话 它就会正常的可以显示出来了 那如果说你这个有启用起来的话 你在预览画面里的话 你可以看到这个YAMO的这个内容 那如果说我们把它给关闭的话 那它这个在编辑状态不会有错误 那但是在我们的预览画面里面 这一段YAMO的内容就消失了 所以这就看你的需要 如果说你希望这个YAMO的内容 要显示出来的话 那这个显示正文前页 你要记得把它给勾选起来 那这样子它就会出现这个YAMO的区域 那这是第三个新的这个功能 然后另外呢 以前的Obsidian里面 因为它的内部连结 它都是只能用两个中括号 比如说我们随便叫一个 比如说这一个 那它是用两个中括号的显示的方法 那目前如果说我们在设定里面 在编辑里面 如果这里面有一个使用Markdown连结格式 假设我们你有把这个选项给启动起来的话 它会变成是会直接帮你把这个两个中括号的 内部连结的表示的方法 换成Markdown的标准格式 比如说我们再试一次 我们一样选同样这一个 你可以看到它就会自动帮你变成是标准的Markdown的写法 就是中括号里面就是显示出来的字串的内容 后面是它的连结的位置 然后它会帮我们把所有的中文 都换成用这个百分号这一种表示的方法 那空白 如果是你的这个内容的空白的话 它就会变成是百分号20 会用这样的方法来做呈现 那假如说你希望用标准的格式的话 那你就记得要把刚刚的这个设定给打开 因为标准格式有可能你再把这个内容 拿到别的Markdown的编辑器的时候 它才有办法正常的辨识 因为这个两个中括号这个表示方法 是Obsidian自己扩充的 并不是标准的Markdown的语法 接着是在编辑区上面 它的更多选项里面 它又多了几个扩充的功能 第一个就是说我们现在已经可以看到 目前开启中的这个笔记 它的这个关联图了 而且我们可以指定它连结的阶层 就是说我这个笔记 它要跟哪一个笔记有关联 然后另外那个笔记 又可以再跟另外一个笔记有关联 那这个阶层数我们是可以指定的 然后我们点击了某一个在关联图里面 点击了某一个节点 它会自动帮我们开启那一个节点的笔记出来 那这个对我们在搜寻笔记中间的关联的时候 就有很大的帮助 然后另外就是在更多选项里面 它也有一个可以让我们直接把我们的档名 显示在这个档案管理器里面的这个功能 那这个有时候在搜寻页面 那我们希望搜寻到的网页 搜寻到的笔记 能够马上呈现在这个笔记的这个 档案总管里面看到的时候 就很有帮助了 我们来先看一下 比如说 比如说我这个 我们拿我们的这个最上一层的这个 MOC的这个内容来看 我们就可以点击 这个更多选项 这个里面就有一个开启当前关联图 那它这个出现的 右边这个出现的就是我们目前000-INDEX 它的这个关联图 所以我们这个开启中的这个笔记 会放在我们的中间 那如果说我们按Ctrl-G 就是显示所有的关联图的话 它是把我们所有我们这个储存库里面的 所有的笔记全部都列出来 那这个因为太多了 可能不会是我们要去从这个里面看到 我们要找的内容是比较困难 所以我们可以用我们目前开启中的这个笔记 当中心点来做关联 所以我们就可以点击这一个 那这个高如果你很常用的话 那记得你在设定里面 这个快捷键 可以把这个开启本地关联图 把它设定进去 比如说设成Ctrl-Alt-G 然后它就会只显示目前这个笔记的这个关联图 那在这边我们可以指定它的阶层 那目前这只有一阶 这是以我们目前这个笔记当中心 我这个里面又连结到了下面的这几个笔记 那我们把这个扩充变成两阶 现在是显示二个阶层内的节点 那我们就会看到它就变成更多的内容就出来了 它就已经变成是两阶层的 就是我们刚刚那几个节点 它又往下再延伸了一层 那我们就如果点三层的话 就可以看到它又是更 显示出更多的内容出来 那它最多可以到五层 那到了五层 几乎就是应该就是我们的所有笔记的内容 应该就全部大概都拉出来了 也许有六层也说不定 好,那这个就是开启本地的这个关联的这个功能 那另外一个就是显示 在档案管理器显示本笔记 那你一点以后 它其实就会直接拉到我们这个笔记里面来 那这个有什么用 就是有时候我们在搜寻的时候 比如说我们在这边搜寻 我现在搜寻到这一个网页 那我希望直接在档案管理器里面就直接可以找到它 你就可以点击它 那就可以,它就因为它需要换目录啦 那你可能不知道这个笔记是在哪一个目录的话 它就可以,你就可以用这个显示 在档案管理器显示本笔记 它就会自动帮你换到这个位置来 你就不用在一大堆的资料夹里面去找这个笔记 那这个是新的一个增加的功能 那另外在侧边栏也多了一些其他的功能 就是说现在这个搜寻 它预设是,比如说我们找这个ID 这个词,它是档名 只要你的笔记的档名跟内容都有的话 它就全部会帮你显示出来 但是有时候我们可能只要找档名的话 那现在就有方法可以让我们做扩充了 我们只要输入说我现在 只要找档名的话 你就要输入File冒号 那就只找档名而已 那它的内容有这个字的,它也不会出现 只找档名 那如果说你只要找内容的话 你就打content 那这个就是,你看这个档名不符合的也会有 因为你的内容符合了 所以就是如果你没有指定这个File冒号 或是content冒号的时候 它是档名跟内容全部通通都会帮你找 然后如果说我们现在也可以来找一个标签 比如说我们这个可以这样做 比如说我把这个关掉 我们现在在这个test里面 进入编辑,假如我们有一个标签 叫做譬如说Daily好了 然后我们可以在这个显示 预览的状态下面 可以点击这个警号Daily 它会帮我们做搜寻这个标签 所有你的有这个警号Daily标签的 笔记就会显示出来 那它其实就是用Tag冒号 然后再加上你的标签的名称 这样就可以了 所以你也可以直接搜寻 不必用这种连结的方法来做 然后如果说你要找的内容 是要在某一个资料夹里面的时候 因为我们刚刚看到找到的内容 它是你所有的整个储存户全部都找了 可是你现在如果说要限定在某一个路径下面的话 那我们这边就可以用Pass 冒号 比如说我不晓得我有哪个路径有 比如说好啦 随便我们在这个路径里面 就是在我的000-号 假设是在这个 这个 这都要打中文有点麻烦 我看一下 比如说我要在010-templates这个资料夹里面找的话 010-templates 你要找什么东西就输入进来 就是这样的方法就可以了 它可以指定哪一个资料夹的下面去找内容 然后我们找到的这个内容 我们现在要把这个内容 假设这个搜寻的内容是我经常需要去重复去搜寻的话 我们可以把它给储存起来 这个功能可能不是0.8.4有的 可能以前就已经提供了 但是 就是 顺便提一下 就是我们切到这个最爱标记这个地方 再点击这个 就可以把这个刚刚的 你这个搜寻的内容给储存起来 这样子将来你就不用自己手动来搜寻 你只要切到这个最爱标记这边 然后直接点击它 它就会帮你执行同样的一个搜寻 所以我们常用的搜寻它的这个模式 你可以把它给储存起来 这个就是大概从0.8.4到0.8.9 大概多增加的这些功能 今年就介绍给大家 希望大家能够用的更顺手 谢谢各位